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款遊戲,它的名字叫Eden's Eduction 這款遊戲主要是我們一個可以創造自己世界的一個遊戲 那它裡面遊戲的畫面都是四四方方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先進入一個新的遊戲 那我們這邊可以選擇一個它創造好的世界,或是一個平地世界 那我們先創造一個平地世界,進去看看 進去的過程要說要等一下下,因為它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那我們進入到畫面之後呢,我們會發現都是平地 都是平地的部分的話,那我們就是要從這個平地開始 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世界 那主要是呢,上面有四個個字 主要有四種不同的功能 那我們先介紹第一個,這個感覺像斧頭的 那我們可以直接在地上挖洞 像這樣,可以直接在地上挖洞 把不要的地方都可以挖掉 那這邊的話,第二個這個是一些方塊的部分 那不同的方塊有不同的功能 像是這個是,飛機的話 點一下就會出現一台飛機 那當然我們不要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把飛機用這個斧頭把它打掉 那其他的也是一樣 有不同的方塊 都有不同的功能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不要就可以直接把它敲壞 好,所以還有很多不同的方塊的功能可以使用 那這邊的話,是一個調色盤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好,在地上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噴成 我們現在所選的這個顏色 地板可以直接把它噴成這個顏色 好,那再來是這邊上面的一個火的符號 這個火的符號呢,現在是無法使用的 那是因為這是需要看到樹 好,那樹的部分我們才可以用這個火的部分 好,把樹給燒掉 好,所以現在是沒有辦法用這個功能的 好,那遊戲中呢,當然除了創造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也可以做移動的部分 那就是靠下面的右,左下角的這個方塊 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它的移動,它移動往前往後就是移動我們的一個人物 好,的一個視角 好,就是移動我們的一個視野的部分 那,如果說像我們建造的一個箱子的話 好,我們也可以跳到箱子上面 好,你可以跳到箱子上面 好,然後再來呢,如果我們想要挖幾個洞的話 好,那這個洞呢,其實可以一直挖到下面很深的地方 那當然它也是有一個極限的 好,也不能挖到太深 挖到太深其實也並不會有什麼東西 只是接下來我們越挖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的顏色越來越奇怪 就已經不是土的顏色了 我們要挖到很下面才看得到 好,所以這個遊戲呢 它主要是一個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世界的遊戲 好,那我們先回到另外一個 我們先回到主目錄 好,那我們從它建立的一個新的世界來開始 好,一樣一開始進去的時候會稍微要等一下下 好,進入之後呢,我們會看到 跟剛剛不一樣的是它已經有幫我們創造的一些東西 像是樹木啊什麼的 好,所以剛剛所說的燒樹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在樹上面點擊 用火在樹上面點擊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樹上面的葉子都給它燒掉 好,就是如果說我們想要只保留這個樹根 樹幹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直接這樣燒掉 當然樹幹慢慢燒久的也會被燒掉 就全部都會燒毀 好,樹就消失了 好,那像這樣子我們有一個下坡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下坡 好,那我們可以用前後左右還有跳躍的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也可以在 在隨意自己喜歡的地方再建立其他不同的東西 好,可以創造一個自己獨一無二的世界 好,那這就是這個遊戲的玩法 好,那不是大題的嗎 ? 好,那不是大題吧 OK,我們這個遊戲的玩法